琴 琴左低 左高右低 左大右小又來了 琴好多次都這樣子 靠得也太近了 這兩個筆畫感情也太好了 這個又間隔都不一致 標準的柳式手法 這邊就寫得有點小 一般筆畫都會佔了比較多空間 琴紅犬有時候不太理這個規則 高興怎樣就怎樣 所以一個講起來 他如果去比賽 應該會被挑毛病說大小控制不好吧 其實 還好他已經不用比賽 不然他會氣死 寫上去 平的 寫一點平一點還是有差啦 扶 點了 飽滿的點 寫上去折非常方硬的 然後有點弧度 左邊弧度的 塑化點 吸到粗的 然後這個 再來中間的 就要寫扁的孔 扁的孔 折 往內部折進來了 寫上去 寫上去 好一點弧度 直畫都不直啊 寫上去 這裡稍微點壓下來感覺 浮 輕輕一樣 左高又低啊 這個 每個人寫字習慣都不一樣 好 下皮不理一點 扁過來 這好短啊 這好長 左邊好長 右邊好短啊 塑化 歪過來 彈上去 點 左點 右點偏上 輕 輕 輕上去 有點嚴真輕的樣子 有點弧度 他這裡又亂掉了 他定來寫一寫那個 結構啊 結構那種 間隔啊 處處吸氣都會亂掉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小心的 應該是故意的了 好 輕 縫 講到結構亂掉這個縫 上面的橫華也是結構亂掉啊 這個是翹上去的 誇張一點給你看 這個是這樣過來的 明明這三個筆劃就怪怪的 不過還是不准改啊 在臨鐵的時候沒有更改自鐵的權利了 好 縫 好 那這一橫要拉下來 好心理準備啊 寫字器很多時候都有點心理準備 說要做一個比較長的動作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是有的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是有的 撇過來 哇這些平的很平啊 哇這裡拉的很直啊 然後中間這寫的比較厚 但是又是歪的 有時候覺得說蓋直都不直 那是 鈍一下 好香 它的香的寫法 是折進來了 這邊伸長 然後這個翹高高 然後這個壓平平 又不太一樣 香 燈 燈 燈 點 下筆不力點 過去 不一定要出風 稍微 有點起筆 拉直 撇起來 點 然後稍微交錯一下 若即若你不要黏得太死 折 撇 點 這個縫隙 這個縫隙 就在那種縫隙 那這個 這個燈 應該是個點啦 看起來很硬 然後 短橫還是一樣 翹上去 不是短橫 請你把它往內 縮緊 折 往內縮緊 縮得非常緊 點 從這邊 起筆 再撇過來 哇這個燈左邊很長 右邊很短 也沒有很短 比較短 好燈 燈